我们今天来介绍第二种机械能 叫做胃能 那胃能有两种 第一种是重力胃能 第二种是弹性胃能 那重力胃能它是因为当一个系统 它的垂直高度发生了变化 重力对它做了功 所造成的影响 那同学要了解到一点 就是重力胃能它是一个相对值 它不是绝对值 跟动能不一样 动能它是一个绝对值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它的质量多少 速度多大 它的动能就是多少 那重力胃能它是一个相对值 就是相对它当初的那个位置 因为它的比较是出现在它的垂直的位移 就是说因为垂直位移有可能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往上呢 一种是往下 那往上跟往下呢 对它的胃能呢 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那这个 往上跟往下呢 对它胃能的影响呢 是跟它原来的位置呢 在做比较 所以我说它产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呢 就叫做重力胃能的变化量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如何来计算一个重力胃能的变化量 所谓变化量的意思就是说 用它最后的状态的重力胃能呢 跟当初的重力胃能之间的差异性 就是两个相减就对了 那一般来说 我们会把初状态的重力胃能呢 就把它设定成零 所以我刚刚才讲说 它是一个比较值 那它的计算方式呢 就是用这个重力 就是Mg 那再乘上它这个垂直方向的这个 高度的变化量 这样就可以用来计算呢 它整个系统的 因为垂直高度发生了改变呢 所产生的这个胃能 或者所损失的这个重力胃能 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例子 现在有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它的质量角就是M 来我们让它往上升 这个你可以发现呢 它的垂直高度呢 是增加的 那如果是增加的话呢 它的重力胃能呢 跟原来的来做比较的时候 因为原来当做零 所以它就增加了多少呢 它就增加了Mgh 表示说 它的变化量是正的 那正的意思呢 也就是代表它的重力胃能呢 跟原先的来比较的话 它是增加了这么多 那这边有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它的单位问题 因为一般来说在公字里面 我们用的单位有两种系统 一种叫做CGS质 那如果你采用这CGS质的时候呢 你的质量单位要用功克为单位 那中间影响到重力加速度 因为重力加速度在CGS质里面呢 它是980 那H的单位用的是公分 那这样乘出来的单位呢 我们叫做耳格 但是如果你用的是MKS质来计算 它的重力胃能的时候 你的质量单位用的是公斤 那重力加速度呢 一定要用9.8来计算 那这个H的单位呢 要用公尺来计算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如果它是 它的位置是假设是往下的话 来我们让它往下掉 它的垂直位移呢 是往下的时候 所以它的造成 它影响的重力胃能呢 的变化量呢 就会变成负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的变化量就是负的MGH 那意思也就是说 它的位能呢 会比它的原先的位置呢 会损失 会损失 负的话代表它是损失 那意思也就是说 假设它的垂直位移 是往上的话 是增加的话 它的重力胃能呢 会增加 那如果是往下的话呢 就会损失 那其实重力胃能呢 并不是真的是消失不见的 它是转换成了动能 往下的话是转换成动能 那往上的话呢 是把动能转换成 重力胃能 那有关重力胃能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